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呼吸机成为全球的主力抗疫设备 对于重症冠病患者而言,呼吸机更代表了存活下去的希望 呼吸机又称为是通气机,能够对人的生理呼吸进行控制还有改变 除了可以增加肺部的通气量,也能够有效地改善呼吸功能 过去在Newsbook曾经就报道过此地支援医疗设备到医院的消息 其中就包括了呼吸机 麦戴记者侯佩斯李文杰 今天就要带大家进一步了解呼吸机的种类以及它们的重要性 马来西亚疫情反复无常 冠病患者在发病后出现呼吸困难及低养血症 严重者出现休克甚至死亡 先用这个,不能的话就插管 插管也是有躺着 也有趴着 高流量氧气鼻导管可以提供充足的养供 还可对上呼吸道进行死腔冲刷 这个是那个速度,高流量 就是可以去到40,50,怎么样 通常是set放一个40 然后一个是氧气放多少 病人不需要这么用力去呼和吸进去肺部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流量 高流量,家用就是低流量 冲刷呼吸死腔主要清除二氧化碳及改善养合状态 在医院用的通常都是为了要延续生命的目的而使用的 那种就会有高端式的 通常会在ICU部门使用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也算是在医药 医院里面使用 它是属于漩涡室 它可以自己生产医疗级的那个medical air 所以它可以在医院的每一个角度 只要有氧气的那一个设备就可以继续使用 医疗呼吸机可以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呼吸衰减 是医院必不可少的急救设备之一 把呼吸机给病人气 病人拿了病人在呼出去的时候 会通过这个过滤网 然后那些病菌就会被隔离在这里了 过后空气就会 废气量就会从这里出来 或者是有时候他们会 把病人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他们不可能是带着这么大的机器的 他们就用这个 不同的医疗呼吸治疗法 成了冠病患者坚守生命最后一道防线 随着疫情确诊人数增加 大马国人担心会向印度面对确养问题 开始出现囤积氧气瓶或治氧机现象 每一个病人我们会保持在95以上 所以就算我们进去ICU了 或者是在进院了那一病人 我们会保持他的氧气指数 有些在92有些在94 是 depends on他的肺的 conditions 怎样来说 怎样我都会建议 如果你真的是要买 可以 只不过你得到医生的指示下 若氧气供给过多 不但造成肺损伤 甚至出现氧气中毒症状 如果你吸的那个氧气里面有炸物 存氧量不是正常的指数 所以Nitrogen的level会比Oxygen高 会导致我们所说的整个人会红 然后会有点混混 很多时候会导致好像中毒的感觉 水能载舟 易能复舟 正确了解及使用 才能避免带来反效果 麦袋侯佩斯李文杰 玄俄报导